好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看到说就在刚刚呢 这个在台股的跌幅 是急速的这个出笼 那么在这个磐石上的观察呢 电话线上要请教到的是 永城投顾的苏建峰分析师 老师早安 事情好 全观众大家好 好 要请教老师 可以看到说呢 在今天的这个盘式 要请教郑宏老师 就在刚刚这个跌幅是急速扩大 现在是重做175点了 那么观察说呢 在今天盘面上 上市在运输族群的跌幅也相当深 抗跌的族群部分的车用电子 可能还有这个还维持红盘 老师怎么看现阶段 这个整个盘式的这个变化 还有说在族群的表现 好 那目前今天大跌 其实大家会有点意外 说其实昨天美股是有进行反 就是应该说是科技股 还有进行反弹的 那当然说道琼昨天是持续去 在一个破底 那昨天主要是数据是在这个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分 还是高市场预期 那当然说这个 消费者信心 这个报出好数据 大家对市场来说就坏消息 因为代表联储会需要更多的撑起去压抑市场的这个乐观的气氛 或者是这个需求的部分 那当然说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高预期 主要是因为油价近期的下跌 所以导致整个消费者的信心呢 有稍微回来 那当然说陈寅来看 就是盘式就好像是弱了 因为建商星期一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跳空的 这天的高点13993 反正每站坏的话 建商都是处于一个强势的空方 所以今天很可惜就是没有续坛 反而往下走 那今天下跌的主因呢 其实大概是在9点20分左右 就是消息有传出来说 Apple呢 那个在iPhone的部分 本来预期是说 iPhone14的销售比较不好 所以要把iPhone14的订单转往 iPhone14 Pro跟Pro Max 对不对 那个产能的部分 那但是呢 刚刚那时候是传出来说 这个因为看到接下来需求相对来说 是比较差的 所以呢要取消的这个增产的计划 所以导致呢 其实刚刚在美股跟亚洲股市后 都一起出现重挫 在9点20分过后 那所以这部分可能大家留意了 就是说 因为美股介绍就看Apple 那台股就看台积嘛 那在Apple这边 等于是最后一道防线呢 也宣告说 有点失守了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市场是比较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利空反应 那台积的话基本上也有传出 就是说本来这个金元代工要持续的涨价嘛 那似乎也受到了 也遭到这个美股 就遭到这个Apple的否决 所以在台积这边呢 其实今天也明显的 就在创了波段新地 所以在市场上大家可能要留意 因为接下来等于说 如果iPhone这边的销售呢 就是预估的 销售数字是有下修的话 这样对台积也会有影响 那等于连带变成说 台湾的富国神商 台积电也会出现 所谓接下可能也会被外资 或者是相关的法人机构 出现一个下修一个状态 但是台积电下一次的法作 应该是就在10月中 就是第二天或第三个礼拜四 那这可能大家留意一下 那当然说短线这边 持续的破线的话 那当然就是如同我之前讲的 就大家要做多 真的是风险要控好 资金比例要控好 这边绝对不会是 重压的一个时机点 那再来就是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也错过了季线 这个在9月底走平转称的机会 所以大家在这边一定要 在特别的留意这个风险的部分 那当然说从这边来说 就是最近几乎是 没有好消息的 各产业就都没有好消息 那包含像是在航空股的部分 虽然说有解封题材的 这个利多的机会 可是呢 在上礼拜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跟大家提过 虽然说有解封利多 可是大家不要过度乐观 因为他们去年的营收 是靠着这个货运的部分 货运的部分撑起来的 那也导致去年的营收 是稍微比较偏高的 但是今年在相关的零售销售的状况 一定是比较不好 那海运的部分也缓解了 海运的塞港什么的也缓解了 所以空运的这个需求 当然就下降 所以导致那个空运的 货运的运价也有下修 那下修的状况就是 变成说这一块营收 有没有机会由这个航空的部分 就是客运的部分去补上来 我觉得机会是低的 那当然最近呢 飞机的相关的这个走势 就比较弱势 那再加上昨天呢 这个有新闻 今天早上的头条 就是有提到说这个张国华 就是张国华这边 他们这个内斗的部分 可能已经和解了 所以也导致整个像 今天常温行的跌幅 是相对于华航是更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在解封行情的部分 真的是大家不要 这航空股的部分 大家可能真的要留意下风险 不要在这边逢低 再去做积极的承接 那当然以操作上来讲 我建议还是一样 就是低资金使用率 那尽量保持多的现金 那等到真的盘市 可以顺利指稳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再来 再来好好的 那个布局 其实都会相对来说 会安全的 对所以现阶段呢 在这个比较震荡之际 可能布局还是要再停看听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不过讲到说今天呢 在这个今天的确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盘面上的好消息 看到说呢 在这个今天有新闻提到说 在我们这个八月的景气灯号 连六绿 而且这次我们这个离 离这个黄蓝灯 是只有一分之差 这个消息老师怎么解读 好那这个毫无疑问的 就代表说 接下来景气的状况 是比较低迷的 那之前在解读这个台湾 这个七月的 八月的PMI数据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有提到 就是各个产业 对于接下来六个月的景气 展望几乎都是负向的 都是低于景气中复线50 那甚至部分产业呢 甚至还低于30 等于说接下来六个月的 订单状况是非常差的 那在上礼拜的外销订单的话 虽然说出现了年增2%的一个 这个算是利多的数据 不过呢 不过因为9月份 去年9月份的基期是比较高的 所以那9月的外销数字 在大概PMI数据来看的话 那可能出现一个 再次转弯负年针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景气黄蓝灯的部分 这个大家就是留意了 这个大家说就告诉大家 接下来状况不好 那只是也是要提醒了 就是一些可能长线的 如果你是比较偏向 所谓定期定额扣款的 或者是一直在等待市场下跌 才要进场的 长线布局进场的 那我是觉得说反而现在是可以 留意的一个时机了 因为毕竟有一种操作方式是看景气灯号去做操作 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开始可能定期定额去做一个扣款 那等到景气恢复正常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会有一个长线的 一个布局的会议就会出现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那当然如果你是属于做短线 或是波段的操作者 这边当然就是比较偏向要保留现金跟点看题 好 刚刚提到说在这个长榮集团的加变落幕 不过今天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新宇航空好像也是要准备这个 新柜前的这个发表 那么对于说这个在股价的这个后市老师怎么看 好那新宇的部分那是大家期待啦 只是说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因为它是打的是比较高端的客户 那当然高端客户会不会受到这个需求下滑影响 也跟着就比较不搭飞机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留意的 那当然说以新宇目前状况 大家也知道就是目前可能还是比较偏向处于亏损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挂白之后大部分也是可以先观察 因为毕竟航空业呢基本上也是比较 你说它要变成成长股的机会是比较低啦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建议大家多观察啦 虽然说有一些题材在 可是如果以选产业或是选成长股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航空业建议上不会是首选 好 最后要请教老师 其实今天看到这个盘面这么弱 大盘绿油油 但是相对强势的族群刚刚有提到说 在这个特斯拉因为昨天也有上涨嘛 那么今天在特斯拉供应链 股价表现还算不错 如果像是信邦 胡连 维森 康书等等 老师怎么看这个族群 今天还至少还维持红盘 好 那维森他们呢 基本上当然说特斯拉这一块 他们是没有下修这个订单 没有下修这个交货量啦 那当然说长线还是看好 只是短线还是要留意 就是正所谓就是所谓 资金在退潮的时候 就是这些好的股票 点多就是比较强势 就是相对强势 就是比较不会跌 但是你说你要走出一个 比较强劲的波段来讲的话 机会 机率 机会跟机率都是比较低的啦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 如果以长线的角度去布局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去观察的 但是如果说 你短线要去冲进冲出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 我是比较保守看待 那当然说像以胡连 或者说像这个维森 相关的这些 TESLA概念股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去年如果营收激起比较高的 那可能要留意就是 但是今年这个成长动能的问题 会导致说股价 其实表现会相对的差 但是如果说 在这些TESLA概念股里面 去年机器相对低的 但是今年开始营收 开始有好转 那我其实我觉得 这些个股呢 反而会是我们留意的对象 那但是说以胡连或维森来讲 建设上后就是会是相 基本上会是相对比较正向 跟强劲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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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